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是IC2的介紹第六戰 第六戰是叫講的電動裝備 電動裝備沒有說很多跟工具比起來蠻少的 就兩套的衣服還有一些電池包 這一套黑色的是奈米裝 奈米裝它並沒有太特殊的功能 大家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套充電的鑽石裝 它耐久就是有電就可以了 不會壞掉的 它還是要提供幾個額外的功能 它可以按Auto加上這個hub expand的按鍵 這樣就可以顯示你的左上角這邊 裝備剩下的電量 再按下就可以關閉 這個擴展的模式 它是還會顯示你手上工具的點量 像我這樣它就顯示30K 30K EU 然後能量等級是1 再來如果按Auto加上模式切換按鍵 這個就是夜視鏡 因為現在是白天 所以開了夜視鏡你就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如果到了晚上的話 視野就會像白天一樣好 這是這套裝備提供比鑽石裝還要多出來的兩個功能 它這套夜視鏡效果會一段時間才消失 再來我們看這些電池包 這三個電池包 這三個電池包 這三個電池包是 類似我們上一次講過那個充電電池 放在身上就可以幫電動的工具充電 那這個包包的話 它則是背在身上的時候可以幫工具充電 第一階的是充一階的 然後這是二階的三階的 它充電跟之前的電池比起來 它是一瞬間就充好 它不用像充電電池充那麼久 它的存電量也會比充電電池還要高 可是它沒有辦法充最高階的電源 沒有四階的 它也沒有工具是使用四階的 所以其實沒有差 只是它的缺點就是你必須要損失胸甲的防禦力 才有辦法裝備電池包 好處是它不會善用你的 包包空間 所以如果在安全的地方 比如說在自家林場 就很適合用電池包的方式來增加自己電鋸的電量 再來這個是電力飛行背包 電力飛行背包 它的功能就是飛 只要按跳躍器的按住它就會往上 放開就會往下 如果不想要的話 不想要它往下的話 還有一個叫做懸停模式 這個懸停模式使用空白 添加上模式切完鍵就可以叫出來 這個時候會持續消耗背包的電力 來維持你自己在空中 它是完全不會下降 所以分起來就像創造模式一樣 不過要做上升跟下降的時候 速度就會變非常的緩慢 而且它會一直耗電耗很快 電力飛行背包其實比 這奈米的套裝還要便宜許多 它幾乎是剛開始就可以做 只要有青金石有螢光石 要做這個就很容易 可是 這邊它需要能量水晶 能量水晶是要鑽石的 所以會需要不少的鑽石 才有辦法做這套充電的奈米裝 反正電力飛行背包它一樣是缺點 你必須要損失胸甲的防禦力 才可以獲得飛行的效果 所以在野外的時候 並不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東西 再來我們介紹這套白色 這套白色是 IC2裡面最高階的裝備 啊它把我的鞋子燒掉了 這套裝備之前如果有看 我的Minecraft工業直播的話 就會知道非常的好用 它一樣 HUD的功能也有 這部分跟剛剛的一樣 再來 夜市鏡也有 再來是跑步的時候 這個裝備在跑步的時候 會非常的快 習慣了之後真的很難再回去 之前跑得慢的那個時候 再來這套裝備它也是可以飛的 按住Boost Key 可以 預設是看錯 加上模式切換鍵 就可以打開噴射背包或關閉噴射背包 在噴射背包開寫的情況下 操作跟電力背包是一樣 按住跳躍就可以飛上面 你如果有開HUD的話 它就會顯示 在胸甲旁邊有一個噴射包的圖案 那如果想要停留在半空中 按鍵一模一樣 可是它這個沒有辦法像電力包一樣 完全不會下降 雖然如果在空中要建築東西的時候 還是換成電力包會比較好用一些 再來這套裝備結合了之前的那個防核裝甲的功能 不怕水 它不需要帶氧氣瓶 不怕火 完全不會扣血 但是會扣電力所以要小心 可是它沒有辦法防核能 如果身上拿著右棒的話 還是會死的 這個輻射真實傷害沒有辦法消除 那我們這集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有任何問題或意見都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點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千鳥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